本朗股市今天受到了外围股市的提振上升了差不多400点 美国昨天公布了经济的数据 好像经济的增长按连下跌了6.1% 数据其实不太理想 不过联邦局局一些的讲话 说明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的情况有一个改善的机会 市场预期未来美国过去做出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方案 有机会有一些成效 可以有机会在银行的业绩 还有跟经济的增长反映出来 市场对于这个看法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情绪 这个猪流感的因素也没有影响到美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我相信这个因素对于港股来讲有一个利好的作用 不过在这个16000点之前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着力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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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